2015年12月17日下午 天普大学的冬季毕业典礼即将举行 今天对我的学生和我自己来说 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高兴的日子 我必须强调他们的成就 他们经历了这么多 美国天普大学华裔学者西小新 他在今年5月份被逮捕 罪名是向中国非法输送美国敏感的科技 因为被怀疑泄露机密科技中国 西小新是国际著名的超导专家 我当时觉得晴天批脸 我吓得哭起来 你认为最好的科学家之一 他是一个诚信的人 你知道他在尽全力不犯任何错误 那些新闻标题让我落泪 在我认识他的所有时间里 他一直在强调道德 确保你的工作是诚信的 尽量减少任何利益冲突 他被控这样的事情令我难以置信 起诉书中指出 西小新从一家美国公司购买 被称为口袋加热器的设备 违反保密协定 寄回中国 从而在中国谋取功名 检方还列举他在2010年间的电子邮件中 提出帮助中国建立一个世界级的薄膜实验室 执法部门几乎完全不了解 科学研究是如何进行的 大学是怎么运作的 他们会问我 你有中国学生吗 当然有了 有中国访客到你的实验室吗 当然有了 你会和中国方面的人交换样品吗 当然 我们就是这样做研究的 和伊莱同期进入实验室的八个研究生中 包括他在内 只有两个拥有美国国籍 他给我们介绍实验室的设备和研究项目时 并不避讳摄像机的拍摄 其实我在许多会议上展示过这些研究成果 美国物理学会三月份的会议 还有两年一次的应用超导会议 变向国际观众 所以这里没有任何是限制级的 现在至少在我的物理学领域 要想只在美国 或只和来自美国的成员做研究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并不只是物理学科 美国科学基金会报告表明 2011年 外籍学生获得全美56%的工程类博士学位 51%的计算机科学类博士学位 美国高校的自然科学及工程类学位 有三分之一由外籍学生取得 其中来自中国的博士生们 又以26.9%的份额 常年位于留学生之首 该报道还指出 90%以上的中国博士生 决定在毕业后留在美国 继续学术研究或者工作 西小新的辩护律师蔡登伯格 曾经做过七年联邦检察官 他说 我认为是综合因素 和他们的主意肯定是有关系 事实上他们正和在中国的人沟通 在西教授的案子里 再加上他正接触的技术 尽管他并不是受管制的 我们的政府可能认为 这是可以得到经济利益的 因为他研究超早技术 有些人会觉得 这是非常有利可图的领域 近年来 美国政府网站被中国黑客袭击 商业间谍案也持续发生 美国政府对于中国有关案件的监察 在所难免 奥巴马在2015年9月份的 商业圆桌会议上谈到 中国政府或其代理人 直接从事工业间谍活动 并参与窃取商业机密 从公司窃取私人信息 我们认为这样的行为是具有侵略性的 必须停止 我们正在准备一些措施 让中国了解 这不只是一个令我们稍有不适的问题 而是会严重损伤 双边关系的 如果不解决我们准备的一些应对方式 来引起他们的注意 他们认为华裔美国人经常是肇事者 或是为肇事者所用 帮助犯下这些针对美国的罪行 因此检察官身上有巨大的压力 来针对华裔美国人提起诉讼 如果他们是法裔加拿大人或英国人 或来自斯坎迪纳维亚 案子就会就此了结 不会有进一步的调查 因为那些人不是在雷达范围内 经济间谍活动构成的威胁不容忽视 但西小星案之前 情况类似的陈霞分案也已撤诉告终 美国检方的办案方式并非无懈可击 西小星案检方赞恩梅梅格尔的发言人 回复美国之音问讯时 只表示撤诉的原因 已经在9月的法庭文件上公布 据该文件显示 司法部称注意到新增的信息 但政府有权再次提起指控 据纽约时报等媒体推测 独立专家的证词比较有说服力 检方对作为证据焦点的口袋加热器技术 在取证时出现偏差 没有什么敏感的 这一切都是公开的 没有经济价值 也没有军事价值 我自己也疑惑 为什么会成为这样一个大问题 因为那个事情 研究机构的人都能看得懂 就是联邦内海局把邮件都看错了 所以就是学术界还是对这个事情比较清楚 所以应该不会影响 他的职位从始至终都没有变 被指控前他是终身教授 他现在还是 在案件之前 他是物理系代理系主任 现在他依旧是物理系的代理系主任 工资没变 待遇没变 他的职位也一直没有变化 虽然职位和待遇没有变化 但西小新却觉得 很难回到跟从前完全一样 肯定会不一样 这个经历对我的家人和我的影响太强烈了 我们每天还生活在这件事留下的压力中 显然是比还在起诉中要好得多 但现在也绝非轻松 所以每天我越来越感恩 但我知道恢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毕业典礼上 西小新作为指导教授 将为自己的学生亲手披上博士学位兜帽 而他将穿着母校北京大学的博士服 参加典礼 仪式结束后 寒假就要开始了 我的妻子打算安排寒假的活动 可我的女儿说 我们还有债务 一大笔律师费没有支付 她感觉不该把钱花在度假上 所以压力是存在的 我们不得不应对她 还有些困难 比如有一个项目经理告诉我 感谢你的耐心 我们仍然在等待 来自美国能源部的律师回应 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难道这意味着将来 我提出的所有研究提案 都必须有法律顾问的批准吗 我不知道 拿到研究经费 对我这样的研究者来说 是头等大事 习小星对自己的三位博士生 能够顺利毕业非常骄傲 马里亚姆来自伊朗 导师的遭遇 她也能感同身受 我有段时间失去了动力 在过去的六七年里 我的目标和所做的一切 就是在这个实验室 努力工作来获得成功 突然之间 我想如果我努力工作 并获得成功 我会不会也有危险 担忧是不可避免的 但没有必要 要克服它 科学界包括资助机构 需要发声 强调国际合作 对于科学研究的重要性 并与政府和执法部门合作 拿出指导方针 这才能让人们安心 西小兴仍然处于 逐渐调整的过程中 明年她将在天普大学 开设新课 教授科学诚信 她的亲身体验 或许将成为讨论的材料 她援引前联邦调查局 顾问的话 完善的处理机密信息 和保密信息的准则 已经有了 除此之外 科学是开放的 BLA卫视新闻报道